三名高中女子网球队成军十多年来是多项指标性赛事的常胜军 今年还将代表台湾出赛世界中学生网球锦标赛为国争光 不断缔造夹击 凭借的除了是学生扎实的功力之外 还有在前世大运国手林耿义教练带领下全方位培训的战胜战术 私底下内向的一群孩子已战上球场立刻霸气上升 每天固定的练习时间就能看到他们全心投入的专注神经 这是三名高中的女子网球队成军十多年来 不仅成为高雄的精英团队 更是多项指标性赛事的常胜军 他们历年来成绩都很好 一方面是家长都支持 教练们很用心 学生更是努力的练习 所以从我来到这边他们表现都非常非常好 那今年全中运更是两面金牌 在前世大运国手林耿义教练的带领下 三名高中女网队不仅成为108年全中运的金牌团队 还将再次代表台湾去参加世界中学生网球锦标赛 能力造如此夹击 凭借的不仅是扎实功力 全方位培训和调试心理能力 缺一不可 那我觉得这一次他们临场发挥 所以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在于说他们表现的比其他选手更加全面 在关键时刻他们可以运用的战术 然后跟技巧似乎比其他选手来的多一些 所以在关键时刻他们才拿下这一面金牌 我们也配了很久 就是大概一年多 然后一开始也都蛮顺的 然后到全中运比赛前 然后我们就是有点遇到瓶颈 就是有点就是变成各打各的 然后到比赛前要下场的时候才稍微讲开 然后下去就又比之前还要好 还是要克服那个压力 然后耿颖老师也是一直在场边 一直安抚我们情绪一直指导我们 然后就最后还是完成他的期许 然后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就还蛮开心的 智力培训经济型选手也要兼顾科业学习 林耿义教练鼓励学生多元发展 并协助他们考取国外大学 把网球精力转换成在未来发展的 无限可能上发光发热的力量 港独新闻张世民夏小新采访报道